那么现在呢 整个这个看一下 不知道它会有会不会有什么错啊 我们先看一下 嗯果然有错 type error cannot read property name of undefined 嗯 OK 那好 我们在这 console.log正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的东西 this.state console.log this.probs 可能这里面的名字写的有不对的地方 那两个全都是那 不会又是哪打错了 啊 我可能需要看一下 有些地方可能打错了 OK 那么 这是代码哈 然后 怎么说呢 这个有时代码你不一定能敲的百分百都对 那我们正好来debug一下 看看到底问题在哪 好 满片红啊 第一个说type error cannot read property name of undefined 预意到这种问题呢 基本上来讲一看 这个地方拼的不对 所以我直接反手一个console.log 把这两个贴上去 那么你 你不说这东西是undefined吗 那我看this.state和this.property到底是什么情况 拿出来一刷 看啊 这满片红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管它红的 你要去看它这个这里面 上面这个是我们打的 一个non一个没有 那么这个呢 你要不特别清晰 那么在这呢 我我加一个字符串 叫state 就是 就这么说吧 任何一个人写代码都有时可能会敲错 这少一点那少一点 所以基本上需要靠呃 编辑器或者什么样 就是去看哈 好 我们现在要确定这事儿 因为有的时候弄错过 state是none frops是空 哎呀呵 这事儿心凉了哈 首先呢 你要判断啊 就是这个地方的state 在进 runner在进来的时候 state是none state是none 好说 我们这给它加一个 第四点state 我们给它出手画一下 对吧 我们什么都不放 行不行 看一下 刷 好 state现在是空了 那么现在state本来也没东西 这 OK property是空 为什么 property是空 那么我们就要怀疑 property应该由谁来 给进来 应该是redis 那么原先在redis这个代码在哪 在这 所以刚才我反手在这 加了一个console.log state的props 然后我们再刷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也加一个提示行 就是叫 in in connect 好 我们再刷 我们离真相已经不远了 在这 in connect in connect 我们可以看到property有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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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x给过来的 因为你是 因为他 in的启动 你看在这上不是calling reduce 这是启动 他启动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被初始化了 然后他就靠了这个render 这个逻辑要搞清楚 就是说 这边是reducer 刚才我们说reducer 启动的时候 如果谁subscribe他 他就可以那什么 然后他们这个 因为是subscribe完的 所以他在这in connect的时候 在这拿到 他就要拿到这个 他就要拿到这个state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property 这 这个props给进来了 但是这个 这个是空 我们可以理解 这个props给进来了 但这一看 好 问题出来了 因为这打了一个大括号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就是箭头函数 这点有一点问题 就是箭头函数 这如果打括号 说明把return 也就是说 如果 这个我们 其实说过 如果箭头函数 是这样的 说明 它等价于什么 等价于function return 其实是啥都没return 它等价于这个 也就是它把return都给否定 如果是这样 这样的东西 它等价于什么 它等价于function 也是这啥都没有 f1c tr1 对 然后变成这样了 它不return任何东西 比如只不过 这有一个x的变量的话 那么这相当于 这有return的x 可是如果是这 这是个x的话 这个return 它不会给你加上 能理解吗 就是说 如果你带了大括号的话 它认为home 是整个是函数体 所以刚才这加完了以后 object 等价格 完了以后 没往回返回 这个函数 没返回任何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 接到的是空 所以这个地方 接到的是空 好 那我们试一下 我们把它 转一下 把这个东西去掉 刷 现在刷完了以后 我们看 还是说 看 应看我们这个 props有东西了 props有东西以后 后边是这 那这访问告诉 这是reduce 这为什么 记错了 我把那个 那个combine 那个跟这个记串了 好 好 把这两个地方改一下 改完以后 你再刷 看见了吗 现在就出了 但是这有两个 报错 这个报错是什么 是map state to props in connect 在child1和child2 must return a plane object 就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object 但是呢 instance recieved undefined 他收到了 一个undefined 这个undefined 是谁造成的 我们下去看一下 跟connect 还是有关 在这 看吧 问题是同样的 就是刚才 我在一个地方 打错了 就是刚才 我就觉得 这个大括号 看着有点别扭 你知道吗 因为 我其实搞得上打了 但是这么长 是实在是看不出来 然后我为了 刚才变这错 我就 就就搞了 搞了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错的 好 两个办法修 一个是把这个地方 变成大括号 把这个地方 变成大括号 这事就ok了 还有一个 就是连大括号都不要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child2 同样存在 同样的问题 就是写代码 有时也挺好玩的 好 现在我们看 没有出错的东西了吧 这当然还有一些 这是lint出来的问题 这个我们可以不管 什么 是useless constructor 就是 就是 这个 就属于那什么 就是够到函数没用 这个 这个我们就不理他了 好了 我们看 这是child1 这是child2 好 我们为了让看着清楚一点 我们在这给他加一个东西 把child1和child2 分开 he -he 这是child2 he可能很丑 但是我们就无所谓了 反正写代码了 无所谓 child1 好 哪里去了 ok 这 嗯 啊 child1 差点没保存 好 两个都出来 你看啊 child1 我加5的时候 这个年会加 往上加 没问题 而且这都跟着出来 然后child2 我再去改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这 打一个abcde 我改名字 好 他也能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 我们在修改的时候 是在两个child里边做的修改 然后的话呢 等他显示的时候 是在app.js 在app里边修改 那么也就是在app这个空间里面修改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整个的state 也就是说你看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state了 除了他自己的上面有一些空间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每一个child以及app里面其实不再有私有的数据 大家共有一份数据 也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组件数据是要共享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数据 然后某个东西可能去改动数据 数据改动完了以后 再去驱动他跟他相关的这些view去更新 那么这个单循环现在整个就跑下来了 这个单循环给我们感觉会非常好 那我们会看到觉得这个单循环是ok的 好